又一部新恋宗将开播四组异性好友搭档,女嘉宾连值都很高,这对恋剧粉丝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,《弹术恋人2》和《即将上映》的《喜欢你我也是》都是值得一看的,《弹术恋人2》已经播到一半了,很多,CP都已经确定了,只有苏木宇和于陶然这对人气颇高的,勿然回首,CP还算靠谱,这个节目到底能培养出多少情侣? 还是个未知数,好在这个节目一过,就再也不愁找不到恋爱剧了,新的恋爱剧马上就要播出了,最近一部叫做《好友好友爱的新恋爱综艺》,被称为《好朋友好朋友》,这个栏目的名称有些古怪但却很有意思,好消息是和《喜欢你我也是》第四季不同,这一期的节目并没有对外公布,只是在做一些神秘的宣传,这部恋爱电视剧《好友好友爱》的上映日期已经正式公布, 将在3月22日正式上映,新的偶像剧的到来,对那些喜欢看偶像剧的人来说是一件好事,我想光是这个有趣的标题,就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了,而这个标题也足以让我们猜测到,它与好友这个词脱不了关系,好友好友爱不同于大多数恋爱类综艺, 这位嘉宾的背景很特别,因为这位嘉宾并不是大家都不认识的,本节目邀请四对不同性别的情侣,一起踏上寻找爱情的旅程,简而言之就是四对好友,说到这个不少人都想到了, 《遇见有情人》这个恋爱类综艺,不过很遗憾这部综艺在播出之后,反响并不是很好,远不如心动的信号半数恋人那么受欢迎,《遇见有情人》同样是四对好友,因此《好友好友爱》这个新的恋爱综艺,在节目模式上与《遇见有情人》类似,像这种男女朋友一起上,综艺节目的恋爱综艺并不多,也没有什么特殊的,《好友好友爱》会不会给我们一个惊喜呢? 《好友好友爱》剧组近日发布了一个短片,这次邀请的四对男女的确是一对男女,长相性格各不相同,从最直接的角度来看这四个人的长相都很不错,属于那种透着青春活力的类型看起来很有活力,但也有很多人说单从第一印象上来说,女性的长相要比男性的长相好上一些,这一期的女嘉宾个个都很漂亮,跟所有人想象中的恋爱综艺里的女嘉宾,长得都很漂亮, 第一个女嘉宾负东满一出现,就得到了所有人的一致好评,是当之无愧的笑话,她一出现就给人一种很美的错觉,就跟电影里的女主一样,第二个女生陈嘉宜长得很可爱,长得也很可爱,很有魅力是个很有魅力的女生,很容易让人把持不住 第三个出场的是柴安妮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,给人一种女强人的感觉,说话的时候动作很是优雅也很是温和 第四个女嘉宾,杜紫怡就是一个外向活泼可爱的女生,她的笑容很美给人一朵很舒服的感觉,总的来说四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,长得也都很漂亮,但是这两个人的美貌就已经足够让人想要去看了,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,好友好友爱这一季的情侣们,到底会有什么精彩的表现吧